大家好,我是镜片600度 今天我们来拆一个包裹 麻烦把黑盒子外面的耳机麦克风 换到黑盒子里面的耳机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耳机是什么样的 黑盒子里面的耳机相当的新 可能是新的 粉丝觉得录音效果不是很好 特别是在吃鸡跟人家小姐姐语音的时候 感觉音质非常的嘈杂 不是很纯正 所以想换一个以前陪他酒精战场的麦克风 所以我们先测试一下头子的编码 这个两个都是原装的 我们看这个是不是原装 也是原装的 那就可以兑换 可以兑换的 我们把这个旧的麦克风换到新的里面 回去让他体验一下 这种语音效果怎么样 测试了一下 旧的确实比新的实音要大一点 麦克风要好一点 实音效果要好一点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开始操作 把麦克风进行调换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四个小点子 把它给按下去 然后我们用热风箱100度 热风箱100度 锅好了 焊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试一下再封装 你换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装回去 下来拌点浇水 刚刚我们对准了 快速的用美纹纸把它给裹起来了 把脸边的胶 脸边的这个护套把它给压紧 这样就不会起来了 压得紧紧的 粘死 然后我们把它盖板盖上就行了 所以我们又要等它固化 让它时间长一点 先不解开 这个接下来就固化好了 下来我们把这个 裹的东西给拆开 好这样就可以了 下来我们把那个四个小点子 在咸文筋下面点一下 好的这样就点好了 这样就很牢固 不会掉的 跟刚刚的一样的 下来我们把它给 按键给装上去 好 咳嗒咳嗒的 很清脆 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大一点 我也不知道 刚刚的话我们 这样测试的话 确实那个 就得比新的大一点 这个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比的大一点 反正现在是没问题 一年而已加减都可以 好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